现在是早上的8点30 我一会10点15的时候有一节早课 所以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等于说是一个get ready with me 给你们展示一下平时上课时间 我是怎么样 补服跟化妆这样一个流程的 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 就一起记着往下看 时间还算充裕 所以我想早上先做一个清洁面膜 这个呢是我差不多在半个月前 在斯芙兰买的蔚兰芝美的面膜 我之前不是超级爱用斯芙兰的这个巧克力面膜吗 已经是个空罐了 所以我才又去斯芙兰想要回购 而且就是说这次可以换这个红紧贴面膜试一下 也是巧克力的质地 这款也是斯芙兰独家的清洁面膜 它是这样一盒一盒的 无力包装的 我已经用掉四个了 它里面是还有附赠一个这种的毛刷 就毛刷非常舒服 软软的 但这种比较软的毛就可以减轻对面部的皮肤的拉扯 你看像不像巧克力也是这样的质地 而且它用的时候也不是很麻烦 直接用面膜刷这样 均匀涂在脸上就可以了 这个刚涂上去的时候是那种凉凉的感觉 然后过一会它在脸上就会慢慢开始发热 但是不用担心过一会这种热感就会慢慢消失 是那种很舒服的温热感 不会让你皮肤感觉到很刺激 现在已经差不多十分钟了 是不是还是油亮亮的 也不会觉得干 顺时感觉脸上清爽了好多 不过这种清洁面膜肯定是不能每天使用的 一周使用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经常化底妆的人 一周我觉得肯定要至少保证有两次的清洁面膜 这款斯芙兰的巧克力 跟这个蔚兰芝美的红琴天 我都是蛮推荐的 中间早晨呢 我的护肤步骤一般都不会很繁琐 基本上吃一个面霜就足够了 快准很节省一下时间 这是滋润无水型的 斯芙兰的柠檬籽透亮元气霜 我现在已经用到快一大半了 这个质地非常滋润 如果在上妆之前用的话 后续的底妆就能很服贴很服贴 而且很神奇的是 这个面霜的体量效果很好 你看我额头和脸 所以平常冬天早上 我不爱化妆的时候 我都是把它当素颜霜那样涂的 看神奇吧 是不是一加白了很多 而且它不是那种停留在表面的假白 你看它是已经完全吸收进去了 太早起来的话 我就是直接涂一下这个面霜 然后画一点眉尾 涂口红就能出门 现在皮肤状态是不是比 刚起床的时候好很多 防晒防晒一定要涂 全系的人物亚光粉底液 这款也是比较轻薄滋润的粉底液 看它跟皮肤融合得很好 我打算在十分钟搞定 我的整个妆容 泪琳菲的极细眉笔 第三支了 我有去斯布兰再买了一支 一点毛病都没有 用多了这么多眉笔 我还是觉得用它最顺手 它是这种超细的头 非常好画毛流 外眉头也很自然 日常呢 只要顺着自己的眉型 这样慢慢往后补 跟着你眉毛毛流生长的方向 一根一根的话 眉头的地方 这样也是竖着一根一根填补一下眉头 在眉梳梳理一下就OK啦 光化眼影也奇怪 光化眼线其实也一般 但是如果你夹了睫毛 刷了睫毛 你的眼睛就一下放大 是不是效果很明显 然后再用到刚刚贝林菲的这个极细的眉笔 来稍微拉长一下外眼线 口红用我新入的这支MAC的Lady Danger吧 喜欢把它薄涂是橘红色系 很圆性的那种感觉 我就这样涂一点点 然后我手指把它映开来 淡淡的粉橘色 我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再上一个贝林菲的蒲公英腮红 腮红也是一下就可以让人变得很有气色 是不是 完事要到了吧 好啦 我这样整个妆完成 也就过了12分钟左右 挺快的 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包包打一层底 如果平时早八课涂了柠檬籽那个面霜的话 它不是有亮肤的效果吗 辣底有时候都不需要 你就描个眉毛 然后夹个睫毛刷上睫毛膏 涂个口红 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 可以打一点腮红 让你整个气色 就会变得更好 再教你们一招 如果来不及化修容 鼻子不够挺就这样擦 你摸也这样 用一根手指 被它擦掉 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裙妆 谁能想到 这个看似精致的女人 鼻影 鼻影都是用手擦的 整个妆容就完成啦 好了来不及出门了 我再走